诗篇第九十八篇 我们找到一起来同心合一的诵读 预备一期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 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 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 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 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 所评的信使 第四集都看见我们的神的救恩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 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 要用琴歌颂耶和华 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 用号和歌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 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 世界和住在期间的也要发声 愿大水拍手 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 因为他来要审判遍地 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 按公正审判万民 阿们 诗篇第九十八篇 它主要的主题是 难道我们要思想 五世赞美神的理由 那这个诗篇具有代表的深邃的意义 可能在贝罗之后 以色列人的敬拜中 这个诗篇特别占据独特的地位 送赞上主从巴比伦救赎他的子民 然而这个诗篇它超越了缅怀过去 不仅是回顾过去 而且进一步的引入了这个欢喜的盼望 对未来的那样的期盼 也就是当神的国在世上建立的时候 普世的万物都将复兴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伟大的战士 他征服那些叛逆 悖逆的君王以及他的军队 救赎他的子民 并且审判整个世界 因此他最终成为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那98篇我们看到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三个诗节 第一个部分就是一节到三节 谈到了喜乐欢庆 过去拯救的世纪 那第二部分呢 就是四节到六节 是谈到了敬拜大君王 第三部分就是七节到九节 是欢喜期盼神的来临 那这种结构呢 我们一般称之为这个三明治的结构 实际上重点就是提醒我们这个中间 这个部分要敬拜大君王 从回顾到展望 主题是让我们去敬拜就为大君王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向耶和华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那我们就一部分一部分来具体的来分享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 一节到三节 喜乐欢庆过去拯救的世纪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诗人首先发出了这样的命令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这是发出一个邀请和吩咐命令 那么为什么要发出呢 因为他就解释了原因 他行过奇妙的事 注意这中文和合本翻译成行过 是回顾过去上帝曾经所做的事情 这里面提到了奇妙的事 奇妙的事 那就是上帝以他的能力所行的是 那这里面他暗喻性的 以右手圣臂 他的右手 他的绑臂 他的圣臂 来作为象征 来代表上帝那个全能 上帝的大能 上帝的作为 那这里面上帝的作为是什么呢 实行救恩 上帝所实行的救恩 那这里面用了几个类似的描述 一个是行过奇妙的事 具体的就是指 他右手的绑臂所行的救恩 二姐也说了 他发明 其实这个发明呢 并不是今天我们说什么科研 如果我们查考原文的话 就发现使人知道 使人知道 告诉的意思 也就是说上帝使人知道他的救恩 他显明了他的救恩的意思 所以这里面实行拯救 他所行的奇妙的是 他的救恩都是近乎描述同一个事上 也就是说上帝所行的其事 就是指他所生 是用他大能的绑壁 所实行的救恩 他借此显明了他的救恩 那在这里面提到了范围 他所实行的救恩 不仅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 那这里面我们如果从回顾来看的话 就使我们回想到出埃及记事件 当时上帝在埃及所行的神迹 不只是在以色列人面前 也在埃及人面前 甚至在列邦人的眼前 虽然他们不一定亲自目睹了这个事在 但是他们都听见了 耶和华在埃及所行的事 上帝在埃及所行的事 在列邦中显出了他公义的作为 三节 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 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 当然在这里面 学者们认为 在列邦当中显出公义的作为 其实可以指从巴比伦回归的事情 上帝应许 上帝因着以色列百姓的被约不信 结果刑罚他们 他们拜偶像 离弃神 神就刑罚他们 甚至在生命记里面已经提到了 如果他们不听神的话 将被掳到列邦 列外邦 然后呢 他们在外邦 如果向着圣殿 上着会幕 神的居所 祷告的时候 神必吹听 耶利米也提到了 这个被掳的事情 包括也提到了 这个被掳之地要回归的 这样的事情 后来呢 我们也看到上帝兴起他的仆人 无论是索罗巴伯 耶利米等等 包括以色拉等等 回归之后 重新建 恢复圣殿 恢复这个祭坛 恢复修复城墙 恢复礼拜等等 这样的内容 所以重新从巴比伦 贝鲁之地 回归神所应许的 耶路撒冷 这个应许之地 这个事件被学者们称为 第二次出埃及世界 也就是类似于 再次的拯救他们 把他们从巴比伦 贝鲁之地 重新带回到 英学之地 因此这个事件 也在列邦当中 显明了上帝的救恩 不仅如此 三解 这个事件 我们看到 促使 这个拯救的作为 促使上帝 实行大能的拯救 右手的绑壁 实行救恩的这样的大能 奇妙的作为的 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是上帝的慈爱和信实 这里面 他因着上帝的慈爱 因着神的信实 他就纪念向以色列家 所发的慈爱 这个事情 无论是在 贝鲁巴比伦的事情 上帝就纪念他的 向列祖所应许的 按照他所应许的 七十年 被鲁出销 把他们带回来 所以这里面说到了 神纪念他自己的话 神纪念他自己的话 就反映了神的信实 在恩约上 上帝的忠诚 上帝的信实 那上帝不仅 这个因为他的信实 更是也是因为他的慈爱 是怜悯 怜悯他们 就把他们带回来 那同样 在这个事情上 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的事情上 出埃及的事情上 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 上帝纪念他与列祖 特别是与亚伯拉所立的约 应许他们 把他们带入 应许给他们迦南之地 就是纪念这个约的缘故 上帝就把他们 从埃及里面拯救出来 也是因为他纪念他信实守约 所以他实行这样的拯救 出埃及记 第二次出埃及记 那么新约呢 新约耶稣基督来 可以说是新出埃及记 新出埃及 把他的百姓彻底的 要从世界当中 从罪恶当中 撒旦的权下 死亡的权势之下 拯救出来 使百姓归向神 好让就像路加福音里面 所说的 使我们脱离败坏的辖制 得以终生用圣洁 在神的面前去侍奉他 容我的百姓去 好侍奉他 新出埃及基督实行的救主 就是让百姓付主的恶 效法主的样式 成为侍奉神的百姓和会众 所以同样这个新出埃及 也是因着上帝的信使 因着上帝的慈爱 因着他怜悯之光 照导他的百姓 因着他的慈爱 福音临到外旁 神爱是 爱的动机 爱的出发点 以至于将耶稣基督拆遣来 做成福音 做成救恩 然后让信他的 不知妙凡的永生 所以出于神的慈爱 出于神的信使 在旧约当中 应许亚伯拉罕的 执约 亚伯拉罕执约里面 包括以色列人 犹太人的救恩 和外邦的救恩 所以因着他的信使 慈爱和信使 这是上帝救恩的 这个出发点和动机 神的慈爱 神的信使 慈爱是因为 在永恒当中 父在基督里拣选我们 然后在历史当中 出于信使 是因为他守他自己 所应许的话 所以慈爱和信使 是我们救恩的基础 和出发点 那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 这个救恩 不仅停留在 以色列家 他向以色列家 所发的慈爱 所评的信使 甚至说 地的四集 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 看见救恩 不只是看见 作为旁观者 是说到他们也经历到 神的救恩 所以从以色列到万榜 从犹太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这是福音的 在历史当中进展的 这样过程 上帝的计划当中 当然包含了万民万榜 不仅是以色列人 不仅是犹太人 但是福音在历史当中传播 岂是先 应许先给以色列人 先临到以色列家 所以先给犹太人 后临到外邦 这是福音的 在历史当中 神救赎计划展开的 顺序过程当中 是先给以色列人 再临到外邦人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 应该欢喜 喜乐的欢庆 上帝的救赎的世界 纪念 回顾上帝过去实行的拯救 让我们在他的面前 欢喜来称颂他 那这里面的新歌 当然是指 庆祝胜利的那样的欢歌 就让我们想起了 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 经过红海之后 在米利安的带领之下 以色列全会众在海边 所实行的赞美 对神的称颂 第二部分 我们看四节到六节 敬拜大君王 那么前面 我们可以说谈到 强调了神救恩的 这种普世的范围 不仅临到以色列 也临到地的四节 那在此呢 重点前面是强调范围 不仅是犹才人 甚至临到这个地的四节 那在此呢 四节到六节呢 他更侧重于激发 人们的回应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喜 都要发大声欢呼歌颂 要用琴歌颂耶和华 用琴和诗歌歌颂他 然后用号角在大君王 耶和华面前欢呼 这里面是重点是回应 前面是强调救恩的范围 不仅犹太人 还有希腊人 不仅是以色列家 还有弟子四节 外榜 列榜 那这里面说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呼 是强调我们蒙了这样的救恩 蒙了这样的慈爱 因着神的这样的信使 因着上帝所行的歧视 右手实行 绑壁所实行的救恩 显出的救恩 因着我们经历这样的救恩 认识这样的救恩 所以全地都应该向耶和华欢呼赞美 这也是我们看到基督教伦理里面 蒙了救恩 救恩的基础 人经历了救恩 人认识了救恩 心被恩感就称颂是 所以礼拜永远是基于对神恩典的体认 对神的救恩 对神的创造也好 救赎也好 恩典 护理也好 的认识之后 人自然而然的 说这个自然而然是基于恩典的自然 不是纯自然的那样的 是基于这样的 人必然会理所当然的 会产生对神的恩典的感激 也就是说赞美和敬拜 那这里面方式很多 这里面提到了全地 是表明地上所有的居民都应该发出大声欢呼歌颂 这里发起是指涌出 适切地表达了神救恩的作为 然后这里面提到了三个西伯来文的命令的语气 发出欢呼以及歌唱 构成了一个丰富的词句 那这里面就是提出了我们应该发出这种喜乐的赞美 是要回应神的一个期盼 神期盼我们蒙恩了之后 经历了他拯救的作为这样的益处之后 人都要应该欢呼去称颂回应大君王 那些欢呼大君王的人无需惧怕 因为他们是他得胜的获益者 所以在这里面他要求我们大声歌唱欢呼 在他的面前欢呼 这是理所当然的 不仅如此 在这里面还说到用各样的乐器 什么用琴啊 用琴啊 诗歌啊 号啊 脚啊 等等 在他的面前欢呼歌颂 称颂他 当然 这里面可能像宗教改革家们 他们认为这属于旧约礼仪的那个范围 乐器 所以他们主张这个在教会崇拜当中不使用乐器 那今天在改革宗里面也有一些教会是不使坚持不使乐器 清唱诗篇等等 当然还有绝大部分的这个教会 他们也在使用乐器 宗教改革家们他们主张是不用乐器 特别是风琴 但是后期的是开始用风琴 然后甚至用钢琴 那现在的可能就是更开放了 这个甚至用架子鼓啊 等等 当然我们要主张在礼拜当中最好恰当的使用乐器 架子鼓说实话 虽然诗篇里面常常说什么击鼓弹色啊 各种乐器都上来了 但是今天礼拜重点是特别是宗教改革家他们慎用乐器的理由 除了是乐器属于礼仪的层面 上帝吩咐建殿之后大卫安排什么在会幕里面唱诗班啊 什么这个乐器弹琴的人去侍奉神 他们认为 所以宗教改革家认为这是属于礼仪的律 因此就废掉了 而且第二 当时的文化当中的那个风琴呢 这个风琴呢 在酒吧里面用的哈 供人娱乐 欢乐的 不仅如此 所以他们不愿意用礼拜的时候用哈 第三就是 乐器有的时候 音乐呢 使用不好的时候容易把我们沉浸于我们的情感当中 我们只是随着一乐器享受我们自己的感情和愉悦啊 当然宗教改革家们他们不是说不再不重视人在礼拜当中情感的投入 但是他强调人应该更加注重的是因这基于认识和信心思想 思想上的恩典的时候使我们专注于思想 然后心口合一的告白 所以我们说唱诗的形式的祷告 以诗的形式去赞美 去向神祷告 去称颂神 所以他们谨慎是使用乐器的缘故 谨慎我们过于陶醉音乐 以至于失去了那种理性的思考 正如现在他们这种顾虑在今天当今是来看来是真的是必要的 因为今天的所谓的敬拜赞美很多都是让我们歇斯底里的沉浸于音乐 我们是觉得双引号有恩典了 实际上是情绪上得到满足了 虽然从人的这个灵魂的结构功能里面 我们的情感方面得到了宣泄 但是忽略了一个问题 如果单纯持按照当今的画法 语言表达形式说到灵魂得到治愈 这个治愈所谓的这个治愈是指心灵得到慰藉 为什么我们在礼拜当中全心畅赞美的时候 我们这个情感得到宣泄的时候 我们当然会觉得舒畅 我们有的时候把这个理解成为恩典 其实完全搞错了 宣泄情绪心理舒畅不等于得恩典 真正的恩典是因为你认识神的救恩 明白神的救恩 你真的基于你的信 这个信是真知识 然后对神的这个默想神的属性 神的作为的时候 心有恩感基于这种知识 而产生的对神已经使于的恩典的纪念 默想产生的激发 产生的发出心口合一的赞美 哪怕没有旋律的刺激 这样的时候 礼拜神的时候 灵魂经历的这个安息 经历的折服 向神献上合一的礼拜 这个叫恩典 我们在恩典当中回应神的恩典 献上的礼拜 这个叫做礼拜 而不是只是我大声的喊着嗓门祷告 宣泄了 大着嗓门去唱诗 宣泄了 我舒畅了 我们常常把自己感觉良好当作恩典 这是今天教会 这个托换概念 扭曲恩典 这个意义 这个是要命的错误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虽然 我们不是说不准用这个电子琴 不准用钢琴 我们不至于这个地步 但是我们要留意 宗教改革家们在音乐上 旋律上这么谨慎 不是没有理由的 特别是对于我们今天的礼拜 很多人细思定理的陶醉在音乐当中 其实不是在礼拜神 是在宣泄自己的情感 纵然今天人活着的确是劳苦丹中的 我们在神的面前需要清心土意 但是我们要留意 祷告不仅是清心土意 要称颂他 要礼拜他 注重对神献上的礼拜 而是不只是注重我自己说什么 我宣泄什么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那有的人呢 这个很有意思的是 在神的面前一顿宣泄之后 拍拍屁股就走了 很高兴 自己是很happy了 但上帝不happy 上帝反而让你把你的礼拜 成为他的重担 为什么 你的礼拜所关注的只是自我中心的宣泄和陶醉 自己的享受 自己的得着 而不是真正以礼拜神 你的心灵并没有尊容神 照着神 使给你的恩典和作为和属性去称颂他 所以那个礼拜不能称为礼拜 顶多是一个伤心的人 在神的面前 在清心吐一 甚至有的时候根本不是清心吐一 是自我陶醉 随着旋律 然后自己享受那个旋律的节奏的快乐 甚至歌词是什么都不在乎 唱的是什么都不在乎 这就是今天所谓的敬拜赞满的要命的问题 更有意思的是 有些教会呢 有些基督教大学 我就不提哪个大学了 普遍存在这样的 那些带领 我说这个话不是特别指某个教会 也不是打击我们教会的赞美队 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普遍的情况 很普遍 不止韩国 北美 华人 也好 中国也好 很多的时候 我们在搞所谓的敬拜赞美的时候 太多的时候 更受到心灵治愈的这种元素的影响 所谓的后现代的敬拜赞美 后现代的敬拜赞美 就是强调 一个是敞开 一个是开放式的礼拜 再就是音乐灯光的使用 虽然我们教会没有灯光 音乐强调 那个旋律音乐 然后当然 加尔文牧师 包括词语礼等等 宗教改革家 他们很有才 不要以为他们是活在四百年前 五百年前的人物 他们就不懂音乐 不懂音乐的价值 他们很懂 其实很多的艺术家 都是产生在文艺复兴 宗教改革时期 13世纪 14 15世纪 16世纪等等 所以不要以为现代人才懂艺术 那些伟大世界级的那些 永垂不朽的作品 什么巴赫等等 其实不是当今的这个时代 而是在这个19世纪 17世纪等等 那个时期更早 所以那个时代的人的艺术 不比今天差 对艺术的理解 不比今天的人差 特别是后现代的艺术 后现代音乐 后现代的建筑风格 后现代的绘画等等 其实都 从某种程度 你可以说是艺术 因为艺术 然后从另一个程度 其实他们的思想并不是很深邃 没有表达的表达 什么都不表达的表达 没有规矩的规矩 以前的艺术强调什么 比例 线条 对称 或者有些规则 那叫美 但是现在的是无规则的美 或者是规则和混乱之间 坚固的那种建筑扭曲的 没有对称的玻璃和古典的 混杂在一起的等等 韩国代表性的这个爱的教会 一个古典的钟楼 加上后现代这种玻璃式的 这种现代的风格 这种从建筑学上是 实际上是失败的例子 四不像 这种现代和古典 那么不和谐的 不融洽的 违和的撮合在一起 所以等等这些东西 就说什么呢 现代人不一定在艺术上 是真正的进步 真的比那个时期的人更懂 所以大家所熟悉的什么 那些米开朗基罗 等等那些音乐家 画家 雕刻家 都是那个经久不衰的 那些巨匠 那今天就没有办法比 所以我们总有个错觉 现代比那个时期进步 其实不是 加尔文他们很懂音乐 所以他们不否认 音乐对我们软弱的人 有功效 有的时候帮助我们 集中祷告等等 所以音乐对心灵的作用 他们很懂 但是他们 谨慎的是防止我们的灵魂 我们的心灵 只是陶醉在音乐里面 却忽视了礼拜当中 心灵诚实 以真理和圣灵来礼拜 我们脑子空空的 我们的这个情感却飞扬 激情四射 但是头脑空空的 这种礼拜不能谋生 喜悦 所以弟兄姊妹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今天的礼拜有这样的问题 我们要恢复那种以真理 以认识 以信心为基础的礼拜 而不只是太过于倾向于 情感的宣泄 所以知性 基于这种知性的 理性的 对神的恩典的认识 信心的 这样的基础上 我们以真理 认识真理 真理对我们心灵的感化 以激发我们正常健康的 感恩之情去回应神 这是健康的礼拜 而不是脑袋光光的 对神的救恩和作为都不知道 对神的话语不知道 然后情感激情 这个不是真正的礼拜 异教徒反而却找到 这种类似的要素 异教徒你发现这些人 自己搁自己的身体 激情四射的 又跳又唱又喊 那里面没有真理 没有神明对他们的要求 你们礼拜要按着一二三四 我的要求来献上礼拜 你们既然礼拜我侍奉 我要按着我的要求 对不对 没有这种要求 完全在于礼拜者 侍奉偶像的人 他们一厢情愿的 照着他们自己的观念 激情四射的 去用各种激情 去赐自己的身体 去取悦于神 去讨神的喜悦 有的时候蒙着了 让神明喜悦了 好像得到祝福 有的时候就像巴黎先知 对不对 他们一顿跳 一顿搞来搞去 以那种方式 也没有办法 感动他们的神明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基督教的礼拜 有一种倾向 就是异教化 非基督教化 所以大家一定要警戒 不要以为某某大型教会的什么 那种灯光 那种舞台 站上这个六七个 双排十几个人 这都是后现代的 礼拜的因素 结果我们以那种 所谓的那种成功的 因为大嘛 所以就成功 已经重新定义了成功的概念 然后以那种成功作为典范 从美国到韩国 然后又到中国 就是追求这种模式 却忽视了其中的 错谬性和毒害性 然后大家都沉病在乐器里面 旋律里面 却不在乎真理 我刚才提到了大学 基督教大学 进前会或者是礼拜 或者神岛的时候 那赞美对娃娃赞美 老有感动了 举起双手 闭上眼睛 跟着旋律 主我敬拜你等等 甚至流泪 奇怪的是 这帮人下台以后 牧师上去讲道的时候 都打瞌睡 祷告的时候 跑出去上洗手间 然后讲道的时候 打瞌睡 不留意听 那你说这些人 真的懂敬拜吗 这些人真的是 带领人礼拜吗 带领唱歌而已 演唱会 只不过唱的是赞美诗 然后那种技巧 那种方法 然后下去坐着 听道的时候打瞌睡 没有真理的 敬拜赞美 严格来说 不是敬拜神 他们不听道的人 他懂个六 他根本不懂 神是谁 是吧 一方面以为 在向神献礼拜 另一方面去藐视上帝的话 不留意听神的话 那个就不是礼拜 礼拜的核心是 示例 或者以诗歌 或者以祷告 或者是以顺从 侍奉神 又翻译成敬拜神 是吧 但是侍奉的本质是 示例在那 像仆人 敬后主人的吩咐一样 目光随时盯着主人的嘴唇 使女望着主母的手一样 那种示例在神的面前 随时听力顺从 那个叫侍奉 没有这种对神的话语 高度重视 留意听神的话语的心态 是谈不上侍奉 无论是牧师 宣教士 传道士 职士 长老 赞美队 短期宣教 没有这种对神的话的高度的敬畏 你谈不上信仰 也谈不上侍奉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要掉到敬拜赞美 现代 近现代的这种敬拜赞美的这种流行风格里面 就重新定义了圣经里面要求的礼拜 所以大家一定要打起精神 无论你将来去哪个教会 到什么地方 你要知道礼拜的本质是什么 那些藐视神的律法的人 他们的祷告也是令上帝厌恶的 真言书里说的 你仔细看看旧约 新约里没有太多 旧约里面很多的事件 先知的责备 是透过上帝击杀审判的人 他们的热心所献上的礼拜 为什么却不蒙神喜悦 遭到神的愤怒 难道他没有热心 有都是自己的热心 没有 藐视神的话 违背神的话 用自己的方式去礼拜神 把神当成偶像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个是很悲惨的事情 因此我们一定要重新回归真理的礼拜 上帝所要求的是 当我们体认了 经历了 认识 这个救恩 上帝的救恩 那么因此带来对我们心灵的激励 带来的我们对神的欢呼 合理的 应该的 适切的 对他的欢呼和歌颂 这才叫礼拜 先有恩典 先有救恩的经历和认识 真知识 然后心灵被恩所感动 然后人发出的知情意的 对神的这种尊崇 将当得的敬拜 尊荣 尊崇归给他 歌颂归给他 最后我们看七节到九节 欢喜期盼神的来临 第一段一节到四节 一节到三节 说到回顾过去的经历 然后最后一段 七节到九节是 展望期盼神的来临 为什么期盼神的来临呢 这位创造救赎君王 三重特性 他是创造者 他是救赎者 他也是君王 他已经造了 可以居住的世界 上帝已经造了这个世界 而且这个世界呢 他要恢复万有 来归向他自己 他创造了 但是万有因着堕落 远离了神 上帝仍然用超越的方法统治 最终是用救恩 完全的救恩 要恢复万有 来归向他自己 恢复他的子民 激发出最后 透过神的子民 然后甚至激发出最后万物 都得到恢复的盼望 让神的子民经历 首先经历救恩 来到神的面前 明白神的计划 他们知道最终上帝要恢复万物 所以神的子民活在当下去 却盼望将来最终的救恩 神奇妙的作为 神奇妙的作为的舞台 就是这个世界 世界大自然就形成了 神这位伟大君王演出的舞台 这是加尔文牧师所说的 整个宇宙 整个世界 自然界 就是成为上帝彰显他荣耀的舞台 大自然呼应 即回想神子民期盼大君王来临的喜乐 这里面说到了什么 海和其中所充满的 世界和住在其间的 海和其中所充满的 就是海和其中的活物 创世纪一掌 先造了海 又让海里面充满了水族 世界和其住在其间的 这个大地上住的人 当然是指人 走兽也包括走兽 大水拍手 诸山在耶和华面前 整个宇宙 包括人类 万有 在将来 最终都要归荣耀给神 喜乐地称颂神 为什么呢 九姐 因为他来要审判遍地 审判遍地 他按公义审判世界 按公正审判万民 上帝的审判 要按公义和公正实行审判 完全建立他的国度 在这个世上 他会以他的审判 建立他在世上的胜利 得胜 也就是恢复他的公义 恢复正确的秩序 上帝做王 一切在神的审判之下 恢复正常的秩序 万有也来敬拜神 这就是创造的秩序 上帝原初创造的神 作为创造主 他创造了也统治 他就是万有的王 万有都按照他的话 去运行 这就是正常的秩序 但是因着堕落 人和万物都 服在咒嘱之下 上帝透过救恩 审判 最终恢复 这个正常的秩序 那个曾经被 因着堕落 颠倒的秩序 人不再尊容神 不认神为神 拜被造物为偶像 从被造物里面获得满足 人不再以神为神 不再爱他 让他成为我们 终极目标和喜乐 以其他的次要的 次等的 必朽坏的被造物 作为人终极的目标和满足 人不再敬畏神 顺从神 颠倒秩序 人自己要作为神 作王 这样的混乱的秩序 将来在审判之后 完全恢复 透过救恩 最终的审判 恢复一个上帝作王 人 侍奉神 万物 都按着神 原初创造的时候 来尊容神 归荣耀给神 所以今天 我们活在当下的 神的百姓 我们应该盼望 那个最终 救恩的成全 在今世 我们有短暂的 相对的盼望 你盼望你将来成家 就业 或者是达成什么样的成就 给别人带来什么样的益处 你在神的家里面的恩赐 如何发挥 如何造就其他人 等等 可能都有各样的目标 但是那个目标 不能大过终极的目标 就是上帝的那个计划 人类历史最终 以上帝 借着基督的在领 审判万有 更新万物 作为历史的终点 开始新的 进入永恒的这样的纪元 所以作为神的百姓 既然获得神的启示 有了神的话 知道这个结局 就应该带着家的盼望 这是新约圣经里面 耶稣的教导 使徒的教导 多次提醒我们的 因为那个时候 带给我们的 我们个人的救恩是 完全成全了 可以脱离这个败坏的身体 身体得以得数 获得永不朽坏的 毫无罪恶 瑕疵的这样的身心灵权 完全获得自由 完全与神面对面 那个完全的救恩 那才是我们真正 永恒的安息 然后整个宇宙 也将恢复 所以弟兄姊妹 那是最终的福分 完全享受 神在基督里 应许我们一切的 祝福的那种巅峰 所以真正神的儿女 真正相信神话语的人 应该在这种盼望去生活 不能只是两眼定睛在今世 只看眼前的利益 只看眼前的快乐 而忽略了那个上帝 在历史当中终极的计划 否则我们就被历史淘汰 历史本身不具有人格 上帝在护理历史当中 在这个历史进程当中 本来应该按照上帝的时间表 去尽你在上帝面前当尽的义务 享受在其中 以侍奉上帝为乐才是 但是当你在这个同一个时间表里面 本该做的事情却不做的话 你就已经失去本职偏行己路 被最终成为失落的人 这个失落 我不是谈永恒的救恩的失落 而是说到 你一定会失去 这个原本在神的面前 是否神敬拜神的那个本分 当然一个人一生当中 都是偏行己路的话 那就要考虑 他是不是真正信耶稣的人 所以这个一个从来不顺从神 不考虑神的旨意 不遵从神的旨意 不背识架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不能称他为信耶稣的人 因为信耶稣的人 就是追随基督的人 所以盼望弟兄姐妹 透过诗篇98篇 让我明白 我们的礼拜是基于上帝的作为 一个是过去的救恩 一个是将来的救恩 默想过去兼顾我们 让我们充满勇气 激励我们去称颂神 这个范围是从神的百姓 教会到列宝 然后将来的救恩是盼望 他最终带来的审判 是全地都归向神 归荣耀给神 我们也在其中 所以我们应该称颂神 将神配得的荣耀 颂赞歌颂 应该归给他才是 这才是合乎上帝创造 救赎计划的生活 我们是神所造的 我们也是他所新造的 我们没有权利支配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是身子 是他重价所买来的 所以我们应该顺从神 侍奉神 实现我们存在的最高价值 也实现我们真正的幸福 在侍奉神里面寻找 真正的幸福 当然这种侍奉 一种是在教会内部的侍奉 一种是在生活当中 做主门徒的侍奉 按照上帝给你不同的呼召和恩赐 去侍奉 但是侍奉神的人 才是真正幸福和快乐的人 才能享受真正安息的人 否则一定会愁苦 一定会劳苦但中但 所以愿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里面 意识到神的恩典 去纪念思想 神施给我们的大能的绑壁的救恩 因着他慈爱和信使 施给我们的恩典 让我们去将荣耀归给他 每一天时常纪念思想 感谢他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祷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